我這邊補充一下 因為我覺得以這個數量啦 應該已經算是一個挺大的數據了吧 就是一個挺大的參考值了 所以呢當我全部算完之後 當然有可能有些我已經用掉了 反正呢我們今天這樣算完之後 可以讓大家大概知道一下 時尚隨機箱抽到的各個道具 就是他們的機率高低大概是如何 因為我們今天這樣算下來這個龐大的數量 大家應該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 哪一項東西是比較好抽 哪一項東西是比較難抽的 OK 這也是我們今天的目的之一 OK 大家好我是Ryo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來到了購物商城這裡 因為今天呢我在整理商城的時候啊 我發現了許多我抽完時尚箱之後 被我扔進來的一些雜物 對沒有錯什麼銀眼啊核心廣播之類的這些 我已經非常非常久好幾年沒有去動他們了 呃可能廣播還會動到啦 但是其他東西呢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動到的 雖然說它叫日拋啊 但我總不可能每天換一個顏色嘛對不對 然後以我這個整型券的數量啊 穿具變年都沒有我會變啊 然後我想這個染法如果一天染一次的話啊 我現在大概也凸了吧 OK 所以說呢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稍微整理一下 究竟李歐我這幾年 時尚隨機相抽的這些雜物 加起來總共有多少呢 然後我們今天整理出來之後 這些核心呢 要是我們最後換出來有幾顆 我這支影片就會抽幾顆核心出去 那因為這些核心換出來的時候是無法交換的 所以我會直接換成相同數量可以交易的核心 來當作這次影片的抽獎活動 然後我真的覺得 時尚香給一顆核心 真的不是太OK好不好 好那我們就直接 Let's go 好啦那首先我們要來算的就是這個 日拋隱形眼鏡啊 然後我算完之後呢 會把數量列在上方 各位可以看一下 OK那一排的話呢 是七個 我們就慢慢的一排一排來算好了 好那總共有幾排 我們先來算一下好了 一二三 請問這條是有在動嗎 81 又五個 那81乘以7的話呢 是 567 加5 各位 我們的隱形眼鏡呢 有 572個 好那我們就以這樣子的模式下去算 然後572個 我跟各位講啊 這個572個呢 代表我們一年365天 每天換一次顏色 一年還換不完啦 好啦那我們就以這個模式下去算 其他的東西 然後我會統整在上面 然後為了方便計算啊 所以我們的什麼通用和高級 我們就算在一起 基本上就是以美髮券 整形券和護膚券這樣下去算 然後我們就不分通用和高級了 這樣OK吧 好那我們就直接繼續拉 71乘7 加1 美髮加染髮的話呢 我們直接全部算在一起 就是 498張 好那再來是整形的部分啦 各位你們可以看我這邊滾的時候啊 這幾乎每次動你們知道嗎 算的有點心累啊 OK那我們來算整形的部分 一樣齁 通用和高級算在一起 三次再加一個 整形券比較少喔 整形券只有239張 好啦下一個就是我們的護膚券 那護膚券就直接來吧 36再加6 護膚券的話總共是258張 好像跟整形券差不多喔 如果我們美髮啦 把染髮和美髮分開算的話 其實也差不多各是200多 所以其實還蠻平均的 就是這四種 包含美髮染髮整形和護膚 大概都是200多張 這樣看起來 這四種的機率基本上是差不多啦 對 差不多高 然後營眼的話呢 應該是最高的啦 日炮營眼有572個啦 我的老天啊 好啦那我們下一個就來統計 透明裝好不好 哇 各位 期不期待這個透明裝 究竟有 多~~少個 OK那為了方便整理呢 我們今天所有透明裝 通通算在一起 那再告訴各位一下 因為今天的話呢 是大概的數字 可能我其他角色 也有用掉一些鞋 對 基本上不多啦 然後有些角色 也有放了一些鞋在身上 之類的 所以可能不會那麼的正確 但是以這個數量來講 我覺得多少還是可以看出 一點點機率的高低 好 那我們來透明裝的話 全部整合在一起 開始算吧 欸 這邊要扣1喔 這個不算喔 好 我發現一件事情 有一些也叫透明啦 這個我們再把它拿掉 呃 這個是鐵的齁 這個我們算進去 因為它原本也是透明披風 好 那這個我們算進去 我們再看有沒有什麼 困境來的啊 沒有了 好 那我們重算一次 7 2再加5 我到底花了多少錢 在這個時尚隨機箱上面啊 509件啊 509件的透明裝 光這些加起來啊 我有點不太敢想像 我們最後好不好 我們最後來算一下 這些東西呢 全部加起來 乘以時尚隨機箱的價格 看我究竟花了多少冤枉錢在上面 好啦 那我剛看了一下 好像就剩下核心了 因為廣播器的話 我已經用掉非常非常多了 所以呢 應該是算不出個什麼所以然啦 我們就不算了 好 那就用核心來當作 今天最後一個算的好了 但核心我記得我之前 也有拿出來不少顆了 欸 好像 好像100顆有喔 那沒有關係 我們先算這邊有多少 然後看數量 我覺得如果不太合理 再把我們前面用的 好像大概100顆啦 我們把它加進去 這樣OK吧 好 那就直接來囉 45加1 總共是316顆 但我相信不會這麼少 所以呢 我決定 再加200顆上去 因為我發現呢 我身上還有100顆 上次換出來了 再加上呢 更早之前 我有吃掉了100顆 所以我大概是換了200顆左右 所以我們直接加200顆上去好不好 這樣應該會比較準一點 那總共就是 516顆 再跟各位說一下 今天只是一個大概的數字 並不是完全正確的 畢竟有些我已經使用掉了 那照這樣看起來啊 核心跟營眼的數量 應該是差不多的 好 那我們就記一下 核心516顆 OK這樣我們大概可以算出呢 眉髮、整形、護膚以及染髮的話呢 基本上大概都落在200多張 這個應該會比較準啦 因為這幾個呢 我幾乎沒有用到 然後營眼和透明裝 還有核心的話呢 基本上大概都落在500多個左右 所以這三個的機率呢 應該也都是差不多的 而且基本上也是佔據了 大部分時尚隨機箱的獎品 那我們最後就來算一下 在沒有抽到時裝的情況下呢 時尚隨機箱抽到這些雜物 或者我們直接說 垃圾 究竟佔據了我花了多少錢 然後因為超性能擴音器啊 我覺得是挺實用的 所以我們就不列入這所謂的垃圾裡面 好不好 好來我們先算一下 營眼572 加上美髮498 再加上整形239 加上護膚258 再加上透明裝509 最後加上核心516 最後的數量呢 總共是2592個 然後因為我們買時尚隨機箱 一定是買這一整組的 我們非常少去買這個單格的 所以我們直接算一箱的話是27點 來囉 這個是在不算入超性能擴音器 和時裝的情況下 我們究竟花了多少的冤枉錢 2592 乘27 69984 大概是7萬點 我們這幾年下來呢 在營眼眉髮整形護膚透明和核心身上呢 總共花了將近7萬點的熱鬥點 拍手 為我失去的金錢給予同期的掌順 好啦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時尚隨機箱這幾年來 究竟花了多少冤枉前期呢 不是 就是我們今天的整理商層次統計數量影片 然後我們影片的最後呢 剛剛說的嘛 要來抽核心寶石 這樣各位說一下齁 時尚隨機箱換出來的核心呢 是不能交易的 但是我們今天會把這些核心 直接換成可以交易的核心 來送給你們 好那今天的核心總共是516顆 也就是說呢 我們今天總共會抽出516顆 那這個數量的話我覺得 我就直接抽給一位了啦好不好 因為這個數量如果再分給兩位 好像有點少 好那我們就直接516顆 抽給一位觀眾 那只要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也都點出發展按讚 再幫我支持影片分享出去 最後在影片下方留言留下 今天我們統計下來 時尚隨機箱 哪一樣道具最好抽到 OK 數字還在上面 給你們3秒鐘 1 2 3 好消失 哪一樣東西最好抽到 留言在下面 基本上你只要留到那兩個關鍵字好不好 剩下的其他名字 你要不要留沒關係 有留到那兩個關鍵字 讓我知道你留的是什麼就可以了 那我覺得從影片下方留言呢 抽出一位可以獲得 516顆的核心可以交易的喔 那也記得抽到的朋友 要到劉德這邊來做領取 好我是6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 再分享 追蹤 記得幫我追蹤一下 OK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 掰掰